好 那我就先開始 其實養雞這件事情 我在2016年就開始 大家知道台灣的蛋雞 你們現在吃的蛋雞最開始是從這邊來的 就是有很多這種養殖 就是這種 就是 這叫格子 就是雞 它一輩子都不會下 然後它養到26個月之後 這些雞就直接 一百五十塊 就是賣掉 然後去當鹹水雞 其實大家知道雞肉 超過一年之後就非常 就滷了就像橡皮筋 橡膠 好 那所以我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雞 就很奇怪 看看能不能 做些什麼事情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次接觸雞 然後當時就去把這個雞 買了三十隻 格子雞 然後就載回去那個基地的時候 就 路上就開始產蕩 對就是產蕩 然後就是放回去那個溫室的狀況 然後 這是第一個 七夕點 後來這七夕點我們要還能講 後來又回到南莊 那南莊剛剛開始 我們就先做這種雞舌 十三根竹子 做的一個雞舌 這可能不是很清楚 十三隻雞 第一個 然後 然後 所以才開始我們跟雞 就有一個開始 農場跟雞有一些接觸的一個 這是雞的蛋香 然後接下來我想要談就是 這是2016年的事情 那到2018年的時候 我們先跟雞有接觸之後 才後來發現 2018年台灣的雞都出現問題 雞蛋出現問題 那大家想要吃健康的雞蛋 竟然連主部聯盟的雞蛋都有吩咐你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就會請朋友才知道 到處都有問題 那我們都有雞蛋的需要 然後 為什麼我們不自己去養個雞 那一個人不敢養 一個人養雞要照顧雞很辛苦 所以呢 他們就找一群人 這是我們最開始蓋的雞舌的外圍 然後就把一個一個這個 那我們其實是有一個基礎在這裡 那邊 就是說我們既然都有雞蛋的需要 那為什麼我們 在外面找不到健康的雞蛋 那為什麼不自己一起來養雞 好 那就有一個大姐 因為在這個基地裡面 我們有一群人 新主一群人 他就看到我們有一個雞舍裡 一個是空的 然後就很生氣說 那該幹嘛 不然我們開始在養雞 每個人就出資一千塊錢 然後就去買二十隻雞 花六千塊錢去買那個 已經快準備聖誕的當機 然後就是一樣 去再回來過程當中就開始殘蛋 就很興奮就對了 然後就開始 我們共同養雞 然後呢 共同把雞舍搭好 然後再來就是買自己的雞蛋 這一天一開始我們很奇怪 為什麼 大家共同養雞 大家共同出資 會想要自己買自己雞蛋 以前還不懂什麼叫合作 但是我們在做一件事情 就滿有趣的 他有一點像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我們就不看了 這個影片其實最簡單的講就是說 有一群人去參加一個分享 經濟的一個研討會 他們老闆就很生氣 說你看人家在講什麼 你們在幹嘛 在分享經濟的研討 然後這群人一直在講說 那有什麼可以讓老闆去 很覺得很好的這個點子 那他們想一想 他們就到超商去做做做 我們天天來買東西 我們天天來買東西 為什麼不自己開一下自己的超商 那這樣利潤就可以自己賺 但是他們是這場地 好 那當時我們這個雞舍就開始了 從這雞舍開始 然後開始 這群人就聚在一起 然後開始規劃我們的雞舍 那雞買回來 雞舍怎麼蓋 然後事前會議 然後把雞舍的管理辦法訂出來 對 然後這個叫方向雞舍 然後這個方向雞舍 你要入社費 然後年費繳多少 保證金繳多少 然後要排班 一天要兩個人排班 這樣子的話 你一個禮拜只要照顧一次 你不會壓力很大 然後再來蛋怎麼取 蛋的一顆蛋十塊錢跟自己買 然後這個蛋呢 你要取得蛋沒有辦法送回去 你值班那天 所有蛋你都可以買走 你有權利買當天所有留下來蛋 你如果沒有買完 就留到明天 那大家就去買 然後所以就這樣一直運作 一直運作 一年之後呢 他們攤體營餘 他們就是 因為大家都在工作 好 那這是2018年的數字 他們把他們法案是80 因為20%回歸給那個協會 協會是租他們土地 他們有沒有拿收錢 那他們就回歸協會 那其中一半呢 就按10個人去分 就是208 就是大家都在照顧機 就勞務費就對了 那另外一半是累積購買的比例 你只要買越多 他就回饋越多 所以當年一年下來的話 拿到最多錢的是640塊 然後最少錢的是208塊 大概是40到20%的投資報酬率就對了 這個是計算好玩的 那那個的過程是這樣 簡單的講就是說 當大家產生共同需要的時候 那我們最容易想到的是什麼做法 就是大家一起去共同購買 但是有沒有想過是自己建立那個商店 或是那個事業比 這是合作的時候最開始的一個想法 所以當今天我們都有雞蛋的需求的時候 那我們是不是有機會蓋自己的雞舍 自己的雞 然後我們這些雞要吃什麼飼料 我們自己決定 這些雞要住什麼樣的環境 我們自己決定 然後這些雞最後的去處 我們一起來決定 那這樣的雞舍不用很多 那後來這個方式 我們又去在新竹另外一個地方 做一個雜草計畫的時候 我們就用這個概念 在那邊再成立的另外一個雞舍 然後養了三十隻雞 六個人去照顧 好 那六個人呢 他們到現在還在 那個樹林就是他們從那邊過來的 他們一年呢 一年產出一萬多個蛋 然後他們所有蛋都自己購用之外 還可以賣給到一個 然後他們那個雞舍呢 又成為一個參觀的地方 就是一個 這邊還有一點時間 OK 讓大家看那個雞舍 看雞舍比較重 這個非農地早早幾乎2019年的這個 這個就是後來這個雞舍 我們把它蓋完之後 這是這個雞舍 我們當時在蓋雞舍 順便蓋農場 對 這個大家看 然後這個雞舍一年 其實它是這麼長 這個這樣子 一分地 然後它一年 環保舉止給二十萬塊錢做這個計畫 它到現在已經第三年了 他們自己擁機 自己生長雞蛋 自己買自己的雞蛋 到現在又把這個地方 弄得非常的有趣 現在長相是這個樣子 這是最後的 最後的樣子 這外邊就是早噴噴弄藥 這邊是這樣子 然後就在環保學對面 好 那其實我最後想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當大家有共同需要的時候 其實很有機會 就是所謂的合作社 就是基於一群人共同的需求 或是願望 經濟 社會 文化的需求 然後成立的一個 一個自治團體 它是一個社會 是這個企業沒有做 但是它就只要照了幾個原則 七個原則去做 那它就可以形成一個合作社 那合作社主要是利他 是以需求為導向的 而不是以獲利為導向 那這樣子的話 它跟我們一般的分享經濟 或是社會企業有什麼不一樣 社會企業通常要活下去 它必須那個社會的問題可以商業化 或是可以變成商品 但是有些問題 它沒有辦法變成商品的時候 它就必須透過合作經濟 或團結經濟來去滿足這樣的需求 那所以我們後來就是 把這個概念做一個合作農場 合作農場就是 如果每一群人都有健康食物的需要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組成一個農場 那這群人共同出資 共同找農場的土地 共同規劃農場怎麼運作 怎麼樣的價格 怎麼運作方法 怎麼種植 怎麼配送 甚至不夠用的時候 怎麼去尋找小農 來提供我們蔬菜 那到底要提供人做什麼 就這群人來做 所以合作社 基本上它就是在一個 群體共同經營的狀況底下 問題它的效能會比較差 那效能差的問題 主要是因為它要很多人投票 投很多人去 它是一個民主過程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 其實民主的過程是可以訓練的 也就是討論的討論事情 那個斡旋的方法 這個是可以 技能越來越 越夠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速度越來越快 但是大家要先做一些事情 就是資料先K 然後溝通技術要好 然後再表達要跟怎麼樣 那這可以慢慢練 所以當我們後來慢慢發現 我們決策會越來越快 然後我們很多事情 都像那個敏捷式開發一樣 先讓它跑血再講 然後之後遇到問題再改 再改 所以我們的辦法是做出來改 所以大概是這樣 我們外邊這邊這個基設有沒有 那田那邊基設也是這樣子做 我們現在的社員有幾個 樹林一個 靜林一個 我一個 還有這邊有兩個在地的 昨天就是菊美和阿中 導演五個 那目前這個基設 因為最靠近他的 就是阿中和菊美 所以他們兩個算是 勞務最投入最多 讓所有人都跟自己買蛋 那我們現在有20隻雞 最近又加有15隻雞 對 然後不知道我們還沒統計 一年看看可以產生多少 目前的話 當然這一天就19顆 我們20隻雞 是9顆16顆 但是這樣14顆 產蛋率的高峰大概是8成 這些雞剛剛說26個月之後 如果是一般的26個月之後 就會被賣掉 那這些雞 他們是自然的死亡 妳說我們的雞 一般來說雞如果比它自然死亡 可以到8年 那我們這邊的話 通常老雞我們就 之前剛才我最開始放的雞 我們後來這些雞都是到山上去 那山上去因為我們 輸一照顧就很容易 被狗咬死 阿娘貼瓶就那邊 沒有阿娘貼瓶 是魚肥瓶 盡量 盡量 那它生蛋其實是多少 沒有它生蛋可以一直生 只是說一般來講 就是飼養它的時候 你有飼料的錢投入 那它產蛋量往下降的時候 你就不符成本 那像阿中跟菊梅 他們投入時間比較多有計時嗎 還是 我們現在還在討論那個辦法 就是說我們可以計時 那我們初步 初步我們先跟他們談 就是說將來如果 我們所有成本都扣掉之後 之後的利潤 我們分兩部分 九十Percent跟十Percent 九十Percent就可以 因為勞務其實我們很注重 因為你很辛苦 然後十Percent就是給購買 你購買越多回歸越多 就是先這樣簽是不是 對就是先這樣子 我有問題 生活有很多需求 不是只有吃雞肉 或者吃雞蛋而已 那你也不可能為了 每一個生活都成立一個合作社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 主題或內容 比較適合用合作社的方式經營 有哪些 你覺得可能會有限制 目前我所知合作社 它並沒有去特別做什麼 它只要是共同的需要 或是願望 就可以成立合作社 那我們目前台灣就分成消費者 消費合作社 然後產銷合作社 或是勞動合作社 那如果說像我們一般要照顧到人的更全面的 它有一個叫做社區合作社 那社區合作社等於說 在社區合作社都不夠用的時候 它就成立一個社區合作社 那社區合作社就可以經營很多事情 反正社區人民的 社區這群人的需求 就成立合作社 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 合作社初期應該單純 比較容易了解 因為其實合作社 那個合作不是一群人一起做事 那個當然是一群人做事 但是合作社的合作 cooperative 其實它意思是在那個原則底下做事 那個原則是什麼開放性 這個自願與開放 然後社員民主參與 然後經濟參與 自治與自立 教育去 所以舉個例子 自願與公開的社員制 如果我們真的要嚴格來執行合作社的話 這個合作社你只要共同 你只要這個需求你就可以加進來 管你什麼血腥 你這個人 這個這個是什麼罪犯 都不管 什麼信仰什麼 你只要這個需求你就可以加進來 再來就是這個民主管理 其實很多時候民主並不是投票那個民主 那個民主 那個民主很多時候是叫聲師手癒的 他們叫審議式民主 這個東西那個溝通就很需要訓練 所以這個合作社的教育 第一個就是 通常合作社教育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什麼是合作社 合作社的精神原則是什麼要講 第二個這合作社從事的內容 如果他是養雞 你就必須對雞 這專業的很熟 你是種田 你就必須種種田很熟 你是什麼木工 你就必須跟木工很熟 所以要兩個搭起 這樣會比較難過 有些人他是參加很多合作社 舉個例子 我現在我錢我不想存在銀行 尤其我曾經有一次發現 我錢存在銀行 然後銀行他拿去國外投資 我在抗爭美麗灣的時候 他們拿到馬來西亞去蓋海灣的 徵收海灣的一塊土地 蓋大的 我在台灣抗爭這個 結果我錢拿去做這個 我就覺得不對勁 後來就把錢放到合作 那個叫做那個 互助合作社 那我覺得 然後我農場 我需要菜 我就只參加農場合作社 所以你其實 你可以看看你的需求 不關到不同的地方 所以可能有操作一個合作社 感覺合作社會面臨很多 人性的挑戰 因為一群人 對 跟君子不太一樣 會不會有很多掙扎 或者是可能也會有人性的問題 我想合作社在他的制度 就是他這個 怎麼講呢 就是說他的一個 在實際面對的時候是 他的功勞 contribution的那個management 就是說我的貢獻的制定 什麼是貢獻 這貢獻的回饋 例如說我們在農場裡邊 我買菜是不是貢獻 讓農場賺到錢 直接得到錢 那我在那邊做勞務是不是貢獻 那做勞務的時候 又要出現一個問題 你當一群人一起工作的時候 效能是好的 你單獨工作的時候 效能是不好的 所以我是不是 大家共同工作的時候 我必須一個小時 當五個小時的價值 類似這些東西 把它彈清楚之後 我覺得可能會比較好 想問一下 剛剛聽起來好像如果要換新的 要替換新的氮機的時候 都會選擇用滿新的 而不是選擇用自己滿新的 對 那是成本上的差異 還是需要經驗不一樣 其實台灣現在 這個就是我們就必須要對氮機 基本身的理解 台灣的氮機 基本上台灣的氮機 因為氮機都是母機 那台灣的氮機其實進口 那機支的氮也是進口 然後再會孤化 那樣貢 目前 所以我們其實要防止氮機 所以我們這個是德國氮機 或者那什麼來亨機 那都是國外進來的機 那我們如果自己的氮機 自己在台灣最孵的機 其實它的產氮量就沒那麼高 當然我們可以接受 像我曾經養過一批雞蛋 就是都是自己孵的雞蛋 它是混種的 然後它的產氮率沒有那麼好 不過我們慢慢應該也可以接受 就是說其實不需要那麼好的產氮率的機 它快樂就好 然後還有亞當 其實鴨蛋 鴨蛋都可以 我覺得這個鴨子反倒是更能夠採用 更多 鴨子更好照顧 只是鴨子比較臭 需要空間 需要鎖 因為V社群有一個計畫叫那個Range 他們也有點像是合作社 他們是一個租屋的互助會 對 就是它就是一群人然後大家租錢 然後幫忙就是把一個房子 舊房子租下來然後整修 然後這個人整修完 然後就再去租另外一個房子 然後再去做整修 那個 欸 乙捷有訪問過 對啊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他們是他們是因為就是 我們在台北找房子 你不一定台北就是在台灣找房子 你很難找到 你百分之百喜歡的房子 所以就是他們變成可能找 那屋片比較差的 然後可能30年的老房子 東路這樣 可是一定會有你不喜歡的地方 比如說廁所很舊啊 然後不服食用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是你這樣子的房況去找 一定會有比較多屋圓然後比較便宜 但是他們就去跟房子 那個屋主談 就是出租的那個屋主談說 我們簽長一點的簽約 然後我們自己付一些錢去整修 那當然如果房東願意的話 房東可能出一個 譬如說各出一半 然後去把房子甚至直接重新拉配線 重新鋪地板七有七一 然後弄成更好的空間去做這樣 但因為這些修善的錢可能是40萬50萬 但如果要一個租屋的人去出這個錢 一個人可能比較難 所以他們就是一群人去出這個錢 然後借人是借這個要租房子的人 那這個人就分可能三年五年去探還這些錢 所以假設在台北原本租一間 一百分的房子你可能要花兩萬塊 但是他們現在就是用一萬二去租這個房子 剩下八千塊是拿來修善的 所以攤起來他可能一樣是用低於市價格一萬八 每個月付一萬八這樣的錢去租到這個房子 可是他整個已經沒收過 然後是住起來很舒服的房子 所以這是他們的概念 那他們現在是剛等修完這邊 然後住進去 所以有可能之後 如果在這個 這個實驗裡面的其他人 他也有想要租房子 然後想要改建的話 我們可能也會再走路去借一件事情 有點像以前的標會 就是大家 自己出錢然後去做的 蠻有的 然後還有一個最近我們在討論的就是說 大家應該也聽過平台合作主義 平台合作主義就是說我們舉個例子 那個Uber Uber是有司機 他也有那個計程車的打計程車 那當Uber的勞工就是那個司機 但是Uber的股價帳的時候 這些勞工完全沒有辦法得到用法 這個計程車的使用者也沒有辦法得到Uber的賬價 那都是老闆的事情 那所以他們在思考一件事情 有沒有可能計程車的服務提供者 跟計程車的搭乘者 他們共同擁有這個平台 也就是平台是在他們手中的 叫做平台合作主義 那他們可能一時沒有錢 那就這些人湊起來 所以現在的合作社已經沒有那麼單純 他比較喜歡用一個叫Solidology 就是團結經濟 團結經濟的話就是生產者和消費者團結在一起 那這樣的一個 把一個平台變成他們自己創造出來 那這樣子他們就交通 比如說是Uber這個平台變成他們自己的 然後他這個平台獲利或是因為賣資訊 或是什麼什麼Big Data這個分析 他們得到一些好的好處是大家都可以得到 所以大家就更願意使用自己的平台 那目前很多這個討論 其實他也是一個反動 就對這種Airbnb Uber 或是Footen等這些都是把大家當作勞工 甚至FB也是一樣 我們大家都替FB寫資料 但是FB從來沒有在管我們的這個回饋 都沒有回饋給我們 那這件事情我們現在還是在討論 是不是當然這是一個大夢 食物的生產者跟食物的需求者 是不是可以把那個平台建起來 然後擁有自己的平台 也就是擁有自己的市場平台 那在日本也在做日本就是叫農民直銷站 日本的農民直銷站 我是一個農民 然後我們可以組成農民直銷站 我的菜就是 那它就是等於是我感覺的菜攤 菜攤 我自己的菜種出來的時候 我是拿到我菜攤去擺 然後擺上去我標多少錢是標多少錢 然後我只要付多少的電珠就好 那我永遠有權利把我做出來生產 生產出來的東西 或是加工品就擺在那地方去買 那如果缺貨了他會通知我再去補貨 如果都沒有人買我這幫取貨就好 這裡面會有一個挑戰 就賺錢的時候好像可以分得到 那虧錢的時候這些參與者 他們願不願意一起承擔 這個他們就是一樣 這個是他們共同的事業 對 就是合法的概念 對 他就必須要承擔 就是說共同的管理和經營 然後共同出資 共同使用 大家是老闆人 沒那個說是老闆 虧錢的鼻子摸一摸大家都可以 到最後面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對於要 因為經驗品牌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你要投資 要去做行銷 但是如果大家想說虧錢我要自己付 就會變保守 所以就會 這個平台就不會做到 所以有好處有壞處 是 不過我覺得這個就是 因為合作社我目前在觀察 合作社在世界上已經180年快200年的歷史 然後他從小到大各種尺度的合作社都有 所以至少目前我覺得他跟資本主義一樣久 應該是有機會做一些事情 或是我們在堂中結唱部分 應該有很多可以學的地方 對 對 對 好 好 我們就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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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